这是一个480p分辨率的视频 右边这个是转换成4K后的效果 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开源的 视频和图片高清处理神器 YF2X图形化扩展工具 也就是GUI GUI自发布以来 在GitHub上就已经获得了1万多颗星 是目前最热门的视频高清处理工具 下面我会从下载安装开始演示 通过这个视频你将完全掌握这款软件 这是GUI在GitHub上的官网地址 我也会把链接放到简介里面 往下拉 找到Releases 这个是最新版本 点击 往下拉 这是软件安装文件 这个是针对Windows64位系统的完整安装包 点击下载 下载成功后 我们把文件进行解压 解压后 双击这个BIT结尾的文件即可启动程序 点击运行 这里设置系统语言 选择简体中文 第一次使用时 它会检测你的电脑支持哪些模型 以及你的电脑是否支持硬件加速 检测完成后 它会自动把可用的模型勾选上 检测成功 这些都是可用的模型 这个检测结果还告诉我 我的电脑支持硬件加速 它已经帮我自动调整了硬件加速视频编码的设置 如果我在处理视频时 希望启用硬件加速来提高视频处理速度 可以点击视频设置 把硬件加速视频解码勾选上 启用后可能会遇到兼容问题 可以取消勾选再重新尝试 视频编码器这里 也选择硬件加速 平台 根据你显卡的品牌选择 如果你是A卡 就选AMD 我的是N卡 那我就选择Norvita 编码建议选择H.265 某等质量的视频 H.265比H.264编码的文件会更小 设置好后 点击主页 这个就是我们处理图片和视频的操作页面 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设置可以更改 不要担心 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我用一个分辨率为480的视频来举例 把它放大到4K 首先把视频拖到文件列表中 如果你要同时处理多个视频 也可以全部拖入进来 不需要处理的文件 选择后也可以随时移除 然后在自定义分辨率这里 把输出后的画面设置成4K 也就是3840×2160 点击应用 这里就设置成功了 这个快捷预设会根据你的选择 自动设置合适的处理方式 比如默认是不插针的 视频插针这里都没有选择 一旦我把快捷预设设置成警对视频补针 它就会自动帮我勾选上这些选项 而两倍插值就意味着 如果这个视频是30帧的 处理后就会变成60帧的视频 选择警对视频补针 视频的清晰度不会有任何变化 即使我在这里设置了4K 处理后的视频分辨率依然是480p的 如果你的视频已经是4K的 你只希望它更流畅一些 可以选择这个 2D动漫仅放大快速 这个选项会使用较快的算法 不过画质处理的不那么精细 2D动漫仅放大质量 这个在速度上会比上面这个选项慢一点 但是视频的画质也会比选择快速更好一些 2D动画 仅放大 超级质量 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处理时会使用最精细的算法 提供超高质量的2D动画图像 但是 如果你的视频很长 你的电脑会酷给你看 所以 非专业场景使用 这里我建议选择快速就行 如果你需要给视频补真的同时 还要让视频清晰化 那就选择下面这三个 执行原理和警方大是一样的 质量越高 处理速度越慢 3D写实和2D动漫选项是一样的 只是上面这些是处理动漫类的视频和图片 如果你的视频或图片是照片风格 或写实风格的3D模型 比如3D游戏录像 那就选择下面这些预设值 我这个视频是2D动漫 那我就选择2D动漫景放大 下面 我们再来看看 引擎应该怎么选择 把鼠标放上去 它会出来一个提示框 列出了每个模型处理的速度和质量对比 以及哪些适合处理动漫 哪些模型 更适合处理现实世界的照片或视频 提供的模型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深度解释了 咱们主要了解Animate 4K和Real ESRGN 这两个模型是目前最受欢迎的 Animate 4K是一种专门为RD动漫图像设计的 超分辨率引擎 与同类型的引擎相比 Animate 4K处理的速度更快 而且质量也非常好 Real ESRGN 是专门为放大现实世界图像设计的 能够在提升图像分辨率的同时 尽量保留细节和自然感 如果你的视频是3D的 就选择这个 Real ESRGN 也可以处理RD图像 而且效果比Animate 4K更好一些 在处理前 我们需要把图像样式选择成RD动漫即可 不过 Real ESRGN引擎处理图像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处理RD视频 我一般就选择Animate 4K 如果你对画质要求非常高 可以使用视频取样功能 偷取视频中的一部分进行快速测试 看看哪个模型最适合你要处理的画面 点击附加设置 然后勾选视频取样 设置取样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即可 再回到主页 处理好的文件 第一视频则设置视频的倍率即可 二表示图像将放大两倍 假设圆图是500×500 那么放大后的图片会变成1000×1000 如果在这里应用了自定义分辨率 放大倍率就不会再生效 即使你设置了倍数 处理后的图像也只会保存成应用时填写的分辨率 噪点是指图像中看起来像颗粒一样的像素点 降噪等级越高 图像中的噪点被去除得越彻底 但如果降噪过强 也会丢失一些细节 比如画面中这种与点为理 或眼睛渐变 所以处理这种噪点比较多的图像 我们可以选择3 如果图片中噪点不太明显 这里根据不同的模型 选择默认设置就行 好了 设置完成后 点击开始 这就再处理啦 这里有个小技巧 如果你的视频特别大 有两个小时 处理的时间会特别长 最好在电脑闲置或晚上睡觉的时候处理 处理的时候 把完成后的选项改成关机 视频处理完成后 电脑会自动关机 然后关闭Windows系统的自动关闭屏幕和自动睡眠 点击关闭屏幕 电脑就会进入黑屏状态 OK 处理完成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我这个视频是23秒 处理过程花了45秒 这个是处理后的效果 我们把画面放大 确实会清晰很多 我们再来放大一张现实中的照片 我先把之前处理的文件清理掉 拖入要处理的照片 还是放大成4K 点击应用 因为是图片 三张照片我可以接收稍微慢一点的处理速度 快捷预设这里就选择3D写实 仅放大 最高质量 引擎选用 Rail ESRGN 这里可以直接转换图片格式 这个是压缩率 默认100 是不压缩 可以往下调 调的值越小 处理后的文件也会越小 降硬的图片质量也会越差 一般不建议调整这个值 如果需要调整 建议不要小于90 再小可能会导致图像失真 图像样式选择3D写实 放大倍数这里 我们已经应用了自定义像素 就不需要设置了 直接点击开始 因为我选的是超高质量 而不是快速 所以处理起来时间会长很多 OK 处理成功 三张图片用了38秒 我们来对比一下原图 这路面的广告牌 包括上面的文字 都处理得非常清晰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学会了 如何设置GUI中的各种参数值 获得更好的视频和图片效果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